大家好,我是灰火,今天用两个绿萝卜给大家分享一个开胃的小菜 不需要腌制几天,当天就可以吃 配方比例会详细讲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把萝卜去头去尾,把它对半切开 再次对半切开 把萝卜芯给它去掉,可以直接吃或者做其他的菜 再斜刀切一下,先不要切断,第四刀再切断 放入大碗里,我这些萝卜是750克 倒入15克的盐,自己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增减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腌上两个小时 锅中不用倒水和油,放入花椒,八角,两片香叶 开小火不停的翻炒 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 倒入150毫升的生抽 100毫升的香醋 10克冰糖 大火把它烧开 再转中小火熬一会儿,把冰糖熬至融化 现在已经可以了,关火 倒入盆里晾凉 看见这个萝卜已经是这么多水分来了 把腌好的这个水分倒掉 倒入提前晾好的凉白开 把里面多余的盐分给它清洗一下 再用手把水钻干 放入盖垫上面 把它们铺到均匀一些 放到阳台上,把水分晾干 准备几块大蒜切成片 姜也切成片 三个小米椒切成圈 能吃辣的朋友们可以放多一点 这个萝卜已经晾好了 只要把表面的水分晾干就可以 不用晾得非常干瘪就行 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盆里 放入姜片,蒜片,小米椒 倒上晾好的料汁 用手抓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 腌好之后就可以吃了 把它放到一个罐子里面 把汤汁也倒进去 再倒入一盖的高度白酒 这样子保存一个月也不会坏 吃的时候我们可以取出来一点 倒入一点香油 拌一拌就可以了 这样子腌出来的萝卜片非常的清脆 而且非常的入味 早上起来配馒头米饭 面条都是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们就试一下吧 喜欢后面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